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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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无名牛肉面馆的老板 来自宁波凤化 我的名字叫贤静雲 今年49岁 这家店32年前就成这样的 小车造起来一家店就开始做牛肉粉丝 牛肉我们是从凤化 搅人家三流的给我们带过来的 带过来以后我们就把它洗干净 洗干净以后在锅里用清水煮 什么调料都不放 这就放清水 那里面再放牛杂 牛骨头放进去 放牛油放进去煮 一点钟煮 煮到晚上差不多五点钟 那时候拿出来 这个汤就很好吃 很鲜的了 牛肉拿出来就把它冷着 不冷的话就切鬼的 热的话牛肉切切就散掉了 等冷了就可以切了 切了薄薄的 切了薄薄的以后呢 第二天做的时候就放在面里面 粉丝里面 然后放在盐发味道就可以吃了 我家的牛肉的味道跟人家不一样 就是说在实际上 其实呢做起来很简单的 你时间控制好了呢 这个牛肉做出来就好吃 你时间控制不好呢 这牛肉就不好吃 我家这个粉丝呢 是藕粉做的 这里买不到的 我们都是从温州那边 就来老板送过来的 宁波人都很喜欢吃这个 我家粉丝的 过去呢 是老秦桃庙做的 也是这个粉 我们家也是这个粉 一直留下来 都是这个粉丝 一般的宁波人的口味呢 就是喜欢吃软一点的 煮到时间刚刚好呢 它吃起来就软了 你如果日间没做把握好的话 吃起来就很硬的 不好吃 我家里吃牛肉粉丝的 基本上呢 都会放点咖喱的 放了咖喱粉呢 它呢 会把牛腥味去掉 不放咖喱粉呢 牛腥味很重的 有的人呢 就喜欢吃牛腥味重的 就不放 我家牛肉粉丝呢 只放葱 不放青菜 跟老秦桃麵是一样的 老秦桃麵呢 也就放葱 不放青菜的 吃起来就味道就好了 放了青菜呢 它把牛肉的味道都干住了 我家的店呢 就在大厕城旁边 基本上秋干呢 都在这里买菜的 人能量很大的 人呢 买菜的人呢 就喜欢到我家里 吃点牛肉粉丝的 过去呢 我们在老家呢 给工厂里面打工的 给人家做玩具的 所以收入很低的 后来我姐夫呢 他这里两个人忙不过来 叫我们出去一起来做 他不做了呢 就给我们做 给别人做呢 他就手不得扔掉 因为他做了几十年来呢 就有很多的老客户了 我们的时刻 就很早 从我姐夫的姐夫吃 吃到到现在都还得吃 一旦那是大的大株子 生了小孩 都得吃 现在我们这个店 我呢 早上呢 三点半就要起床 我和我老婆呢 就要到这店里呢 把这些都整理好 把汤水都煮冒 煮冒了以后 可能就可以吃了 我们家的锅底 不能说是再好再鲜的 但也是从老式 一直传统下来的 就这个味道 一直到现在 我们呢 开着这个店呢 其实算是很辛苦的 这是客人很多的 这次 客人吃了开心呢 我们也很开心的 他们吃了好了 我们就开心了